这窝见的也太随意了 路边一棵不到两米高的小树上 竟然有一窝小鸟 看一下 就这么矮的一个距离 光吐吐的 就在去茶园的路上 自从茶园被修剪过之后 这些小鸟都被迫在周围的小树上坐窝了 好了不打扰它们了 估计再一个两三天就要出窝了 我们看一下这周边的小树 看 那棵树上有个窝 还没有坐起 去前面看一下 看样子都是被鸟的窝 这种鸟在我们这里特别的多 现在正是大面积繁殖的季节 看 又一个窝 两个大 这也做的太随意的 看都是路边这种小树 一米多高的 茶树下面一个鸟窝 哇好多鸟毛 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吃了 做的太低的 就这么小一棵茶树 鸟内的天敌实在是太多的 这里有个窝 空的 看下有没有小鸟 哎呦好扎手 看 有个鸟蛋 也是被鸟的 这几棵杀树长在庄稼地里面的 看样子应该是今天被修剪过 这种太扎手了 没带工具 翻了半天 看到几个破碎的蛋壳 蚂蚁都爬满了 这一枚我看了一下 还是完整的 我用塑料瓶做了一个窝 给它放在里面 放进浮花器里面 过一段时间 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 正准备过来看一下这个家伙 结果发现它正在出盒 还没完全顶开 加油吧 妥妥的一枚吃货 这次刚出壳 就张着嘴巴像我要吃的 蛋壳还顶着在的 来帮它拿掉 这一晃动 它就张着嘴巴要吃 弄了一点 西红柿女喂它 好 吃到了 睡着了 吃了一口 它才很小甜 看来最近又有点忙了 这道理